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人民网球节目《通式看天下》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是开一个新的一集一辑的节目 讲的就是《青少年哲学》 这个节目由我们有三位主持 讲这个节目的 包括我 刘桂彪 另外坐在身边就是梁光耀博士 和珍昭玉小姐 我们三位一起主持 大家先打听招呼 大家好 这个《青少年哲学》 主要是由梁光耀博士 对一些哲学的问题 有一些看法 他认为这些哲学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青少年都会想到 会问到 我们的节目主要是由梁博士 主要他讲回 他对一些哲学问题的看法 然后由我和超羽 对他的看法做一些回应 或者提一些问题 梁博士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 可以再做一些补充 或者再做一些回应等等 或者我交给梁光耀 或者是由梁光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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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目有没有特别的东西 你先想跟听众哥说的 好 多谢刘桂彪 正如刘桂彪表 正如刘桂彪刚才说的 这个节目的题目叫做 青少年哲学 我想其实有很多哲学问题 就是青少年 可能甚至早一点 有些我们的儿童的时期 他可能都会碰到的 碰到的 不是好像哲学家严格思考的问题 会碰到一些生死或者自我 那类的问题 或者人生而那类的问题 而我们今讲 我们第一讲 就是死亡这个问题 先由我讲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然后再由两位去做些批评或者补充 先由我自己的经验讲起 我想死亡是人生一个最大的恐惧 这句话不会错 或者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这句话也是正确的 而我记得我 譬如我最早 接触死亡的恐惧 应该是大概六岁的时候 就是约摸 我记得很清楚 六岁左右 那时候你开始知道 死亡是什么回事 即是死了之后 那些东西就消失了 或者那个人就不会回来 那时候我就 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 既然人出生 为什么会死呢 即是说如果人要死 为什么要出生呢 有些这样的思考 有些问题 那我很记得那晚 我就想这些东西就哭了 就好像很不值 即是你既然人要死 为什么要来呢 那我就会哭了 那麽多人 这个问题就没有困扰我的 因为 你小孩通常就是 你快觉没事的 你不会被这些问题困扰的 那除非 你会遇到一些 譬如亲友的死亡 那可能这些问题 就会比较困扰你了 那我看过一些人的报告 就是说 其实 即是类似我对于死亡恐惧 其实最早是四岁小孩都会有 那我想 譬如有时候 那些青少年 那如果他 即是他遇到挫折 那他可能都会想想 死亡的事情 譬如他会想 就是人生这麽痛苦 那不如死了就更好 那当然 他不一定会去自杀 但是 他可能就会 有这些想法都未定的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问题就是 青少年可能都会碰到 那所以我今天就想 讲这个问题 那我想 我先要了解究竟死亡是什麽一回事 以及 死亡对于我们的困扰究竟是 是 是 原因是怎样呢 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认为死亡 我对于死亡有三种恐惧 三种不同恐惧 第一种就是 他跟痛苦有关的 因为 很多时候就是 很多人 他死就是因为疾病 经历一个痛苦过程 就会死 而事实上 根据佛家的讲法 死亡本身都是一个痛苦过程 就是过程都是痛苦的 就算你不是因为疾病而死亡 你因为疾病而死亡 固然就是 你死亡之前 要经历一些疾病的痛苦 折磨 就算不是这样也好 那你死亡过程本身 其实都是一个痛苦过程 如果我们有时间 可以看一下佛家的看法 那这个就是和痛苦有关 所以我很记得就是我爸爸 就是我世上我爸爸 就是他经常说的 他经常repeat这个说法 就是说 人最重要是好死 那什麽叫好死呢 就是呢 最好你睡觉就死了 就是没有痛苦那么死 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很喜欢说这句话 好了 那这个就是 为什麽他要好死呢 因为他怕痛苦嘛 那就是第一种呢 我们对于死亡恐惧 而第二种呢 他就是 我觉得就是 你是害怕塞他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那样 因为你死了就是 譬如你见不到 爸爸妈妈 见不到同学那样 那我估 我小时候那种死亡恐惧呢 有部份是因为这个 就是你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那样 好了 而第三种呢 就是 我叫做比较自学性一些 就是 你是不是因为痛苦 那样 又不是你怕塞他的东西 就是你很恐惧呢 你那个自我意识的消失 就是没有了你 那样 而我想起来 我小时候那种 对于死亡恐惧呢 就应该是第三种 就是你是 就是 就是怎么没有了你呢 好像很不值 那样 我当时的想法 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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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死亡是没有那样 那会不会 没有死亡好些呢 那样 是 或者 梁康要讲 就是继续讲之前呢 我就想 走一点的意见 补充一下 就是说 譬如怕死 就是 其实你说的那几个 都是一些原因 那 第一个呢 我就有一些补充 就是说 痛苦 那种 就是说一般的害怕死亡 就是心理的意识 等等 那 我觉得有一点呢 就是我很害怕的 就是小时候 那 那除了你说 就是那个自学症那个 怕自学意识消失之外 还有一个 就是我就分不开哪几种意识 就是你刚才说 你知道第三种 但我分不开一堆东西 就来 其实一个最害怕是什么呢 就是 死了不知何去何从 那 那我觉得最恐怖 因为人呢 就是你做一样东西都好呢 就是你总是对后果一个了解 你有一个估计 就算怎么样 就是难估计都好 那你都大概有一个印象 譬如我考试成绩者不好 会担心 或者出来了 成绩真的不好 回去呢 父母会骂 会不会打 就是你大致想到 后果是怎么样 所以你怎样害怕都好 都总有个抱 即使用这个时间 但是死了 最多人害怕就是没有抱 没有抱的意思 就是说 你完全想象不到 会怎么样 所以人我想最恐怖的 例如我用一个例子 例如 看鬼片 很多时候最得人害怕的鬼片 是什么呢 就不是那些鬼 很得人害怕 通常 鬼得人害怕 都害怕 譬如我们看到青面条眼 突然一撲出来 吓吓吓吓吓吓那些 那些是会害怕的 但最害怕的是什么鬼片 就是 鬼由头到尾都不出场 由头到尾都不出场 但是气氛 令到鬼随时出 但是你不知道鬼是什么 譬如五夜空灵那些 好大剧 一直都布局 就叫鬼未出场 但是什么时候出呢 是那个心就离了 说他将出就出 那天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我想死亡最恐怖的 是这件事 是我们一个去到一个 不知道的什么地步 是不是真的好像有些人说 没有了意识 什么都没有呢 就是说不是 有一个来生 来生又不知道怎么 就算你说天堂也好 天堂又会怎么 都想到地獄更恐怖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怕的意思 就是这种是最害怕的 你是完全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就是完全手足无措 想都想不到 就是有些你害怕的 你想到最坏 但是没有最坏的 因为你都想象不到会是怎么样 不知这个说法 两位怎么看 其实 刘贵宾刚才说的一种 就是 我其实 接着会说就是 第四种恐惧 那 因为 刚才我说 有一种就是 就是我们害怕 没有了自我意识 就是消失了 那 这个一般就是觉得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但是 刘贵宾刚才的恐惧 就不是了 就是人死了之后 还有的 但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就是不确定 就是很恐惧 这个 这个是很普遍的 不一定是死亡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是喜欢旅行的 但是呢 其实我又是害怕的 害怕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 因为你去一个陌生地方 其实你会害怕 所以呢 所以其实我去那个地方 我就会买很多旅游书 就是买几本 但是当他说话 差不多了 但是有点不同 就是你的心定一点 至少你有什么时候 拿一本书去看看 找一下 可能有些东西是合适的 好了 那么 刘贵宾提到就是 死亡的恐惧就是 我们不知道去哪里 就是如果还有我的话 我不知道去哪里 会不会 好像有些宗教说 有天堂有地狱呢 要拿到地狱怎么办呢 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不确定的东西 你也有恐惧 好了 那我去旅行 就可以买一本书 那 我们哪里找到 死亡导游图呢 死亡之后的导游图 教你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宗教都会说你的话 好了 某个意义 其实我觉得宗教 就应该是 讲死亡的专家才对的 好了 但是哪个宗教说话 比较可信一点呢 因为不同的宗教说话 可能都好像我看路由书 可能有时候冲突过那样 那我哪个才知道呢 难道到了死后我才知道 那当然是死之前 知道比死后才知道 那 而我觉得 那么多个宗教里面 那当然呢 讲关于死亡 我认为呢 他最接近的真相 或者和死亡之后 那个真相呢 就是 我认为就是佛家 佛家对于死亡的那个 那个描述 或者死亡之后 我们去哪里呢 都有一个很详细的说法 那或者 阿超儒有没有 有没有補充 那刚才梁君要你提到 那如果譬如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可能就会看旅游书 那不同出的旅游书 可能它的重点会不一样的 因为会针对那个旅行者 他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就是譬如他喜欢美食的 那可能那本旅游书 就是针对美食的了 那可能他喜欢去看一些艺术版 那可能是针对一些博物馆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 我们要去那个地方 某程度上有一个框架 就算你完全没去过 但你不会是完全空白一片的 你至少知道自己想找些什么 但可能遇到死亡的时候 我们那个框架都没有 所以我们变成要找一本 真是指南来说是有些困难的 但如果你说在佛学里面 是不是没有呢 其实又不是的 譬如在藏物里面 出过西藏生死书 另外还有一篇 《临终不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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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很仔细说明 当一个人离留之后 去到他的肉身要分解 他意识分解的时候 他step by step 他要做些什么呢 包括他的亡者 他的亲人 或者甚至乎是 帮他做盗亡的法师 他如何引导亡灵 去到另一个次元的世界 那里面都有具体的说法 是告诉亡者 或者告诉亲友 其实是怎样做的 只不过因为这些经文 其实就会比较技术性的 所以一般来说 譬如你身体健康的人 你不会去找本 会临终不断经历 亦未必会看得明白 亦需要一些很技术性的训练 才会知道 其实去的内缘要做些什么 就好像一个专科的医生一样 专科医生才知道 他下手术刀 下一个人体的时候 他如何才可以治疗病者 所以对于一些普通的人来说 看西藏新史书 或者是临终不断经来说 其实就变成了 好像看一个专门的医科书 如果没有那个技术背景训练 其实是有些困难的 所以我又会说 不是没有佳博 不过这些佳博博 又不是给一些普通的凡夫去看 所以变成了我们在这里 就有一个很大的红沟 是可以怎么样 令到我们会明白 死亡之后的真相 或者在宗教里面 尋求到一个 比较明确一点的解决方法 超越刚才提到 死亡 生死动亡经 是吗 西藏生死书 生死书 又叫做动亡经 是吗 另外还有一篇叫做 臨终不断经 OK 我记得我以前也看过一下 但是我看的时候 有些事情我觉得 又不太可信 我没有记得太久 我印象 有些譬如他说 因为一般佛教讲法 他都不是佛教讲法 可能是中国文化的讲法 都会说 人死了之后 就会有七七四十九日 逗留在这个世界 这个现世 要走 就是最常 这个道亡经 或者生死书 他就说 你第一日 就会见到哪个佛 第二日 又不知见到哪个菩萨 知如此类 我没有记得 我觉得 这个不太可信 可能他对于西藏 那个民族 会真的这样 因为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信仰就是这样 但是 如果你对于 基督教背景的人 他不会是有个菩萨 可能就是 有个天使 或者知如此类 我觉得可能 这个是有些 跟你的信仰有关系 究竟谁来接引你 谁来劝你 可能就是 这些不同的 但是 有些我觉得 好像是 在事实的陈述上 譬如说 你最长就是 七七四十九日 我想这个就不会限于 你是信佛教 你是信基督教 可能有个客观事实在 真的 最长是七七四十九日 好像中眼那些讲法 所以在这里 我们怎样去比较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比较 对于 死亡 或者死亡之后的 不同的方法 我们去找一些 我们可信的东西 我们理性上去判断 我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 佛教又讲天堂地狱 其实很笼统 因为他讲天堂地狱 其实很多层量 基督教也讲的 但是大家有很大的分别 就是 譬如基督教的说法 就是 如果你落地狱 你就是永恒的痛苦 就是没有机会翻身 但是佛教不会这么说 就是你落地狱 你也是个地藏菩萨 帮你 或者你有一天可以脱离地狱 好了 这个 我觉得它不是不同文化的看法 就是它是一个事实的判断 这个时候究竟是 哪个是值得可信呢 或者哪个才是真的呢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去研究一下 就是这方面的事情 或者我们有什么标准去判断 哪个可信一些呢 那譬如我 我觉得佛教比基督教可信 因为如果是 如果是这样 就太过不合理了 譬如说 因为它不合理的地方 就不在于你落地狱受永恒之火 而是说 这个不是耶稣的说法 而是基督教的说法 就是说 如果你不信耶稣呢 即使你是个好人 那你也会落地狱受永恒之火 那罗帅说 他为什么不信基督教呢 他觉得这些教义是 是十分残忍的教义 就是某个意思是说 是不合理的 就是违反了我们公正的要求 就是一个好人 他不会因为不信耶稣 就会落地狱受永恒之火 不会这样的嘛 那我觉得 这个就是 就是违反我们理性 当然这个理性 就是指跟 我们对于公正的要求 那个理性 那或者两位 怎样看一样东西呢 是 基督教那个 如果要争论 他们有很多事情 回应回来 我估计 也有很多事情争论 所知他们 怎样会这样说 当一个人不信耶稣 就是上帝的时候 那个人一定不会一个善良的人 所以 如果你说 不公平 好人都会落地狱 这个好人 一般理解是好人 但是教义仍然是坏人 他大概会这样回应 就是不信教义是一个恶 就是不信神是一个恶 大概会这样回应 就是这样拗下去 我就觉得 这两位可以再补充 不过我想再讲一讲 对一点的意见 就是 刚才两位都讲到 就是 因为我自己提出 就是说死亡很不确定 这个是最恐怖 那两位都讲就是 就是宗教可以给到一些 就是类似 就是旅行的参考书 就是一个guidline 虽然那个guidline 就 超越说的 比较 觉得是 那个框架都没有 就是相对于一般 说的guidline 那些 但是我甚至觉得就是 就是 成成到任何所谓指南 或者guidline都成问题 就是我个人 那当然可能跟我的信仰有关 那如果两位就当是 譬如你信佛教 那样 可能觉得佛教那套 都是一个guidline 但是 我或者类似我的人 就是 你没有宗教信仰的时候 那你究竟 你用哪些宗教信仰去讲也好 你是觉得那些不踏实的 就是 因为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你觉得踏实 那些就是 真到什么程度 我信到什么程度 跟一般经验方的知识 有什么分别 就是 那些程度上是不同的 但是问题 你也觉得踏实 但是 当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的时候 你觉得 所有的guidline 对你来说 就是 已经不同你 就是 一般所谓的guidline 就清楚一些蒙的guidline 不是这个回事 这也不是guidline 因为你都不信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用任何一本宗教书 就是你死后的指导 甚至究竟 死后 有没有宗教讲的东西 都成了一个问题 因为 你没有信仰和有信仰 分别在哪里 你都会成了一个问题 所以 我觉得 对于一般没有宗教信仰而言 起码 对于没有宗教信仰而言 那个不确定性 就是一个很害怕的一点 我觉得 所以就是 如果你那些这么恐惧的 那你就需要宗教信仰 那你就不恐惧了 所以就变成了 宗教就好像临终的时候 就是一个寻求于心灵位值的一个 辅助工具 刚才梁关耀也提到 譬如好像我们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其实他在一个临终的彌撒里面 其实都有一些具体的观赏法 或者是应该 不能说观赏法 应该可能就有具体的 譬如 聖母升天 他就会告诉 透过念诵经文的时候 祈祷文的时候 就会 告诉亡者 聖母 连着一些圣人 或者是天使 就会来接引亡者 这就会跟佛家里面说 由菩萨来接引 跟着带不同的捐束圣众来接引 如果我们抽出那个形象的时候 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 即是说 你凡夫之力 其实你很难到达一个 比较是极乐的世界 因为如果 无论在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诵养里面 人可能有一个罪业 佛家也是 人可能有很多业力的时候 你透过自身之力 其实是很难去到一个极乐的世界 所以你要有一个高于你的圣灵 来接引你 至少可能有一个真的在那里 来带领你 你才可能会去到 另外一个更美好的全世界 我相信如果抽这个部分来看 似乎我们都会看到 不同宗教里面 都会有一个共通点 只不过可能在天主教里面 他们是由聖母来到的 而可能在佛家来说 可能你不同的宗派 可能就会说 我们会是 阿彌陀余来来接引你 又或者可能在多蜜来说 在首的七天 就会不到明王来接引你一天 所以其实在不同宗派里面 其实我们就会在一个信念上面 就是人在凡夫之力 其实你都会在死亡的一刻 都会觉得自己很无助 其实最主要这一点就是 我们会感觉到很无助 而无助的时候 我们何去何从 就要有一个超越我的理智能力 所理解的一个圣灵出现 而引领我去到一个未知的领域 我想在这里就会看到一个共通点 可能在这个属于理论层面那里 至于你说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你跟他说有阿彌陀余来来 他都不会相信的 你说有不动明王来 更加不会相信的 就算是圣母天使 他们都会觉得这些人说的 所以你说究竟我们怎么可以说 在临终的时候会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相信你会跨过这个门栏之后 还有一个往生的路程 其实你跟那个信念是有关的 不过跟信念有关之余 亦都跟事实有没有关 因为你信和不信 跟有和没有是不同的 这个宇宙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你信他有 不代表他就是没有 我认为没有 不代表他真的有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怎样要令一些 没有信仰的人 去相信一些 如果真是事实上存在的事物 你怎样去证明它是存在 而令到一些不信的人信呢 那这个才是那个重点 我就会觉得 是 我想这个牵涉到那个 檢政的问题 就是我们 我们凭什么 他信 那些宗教去说话是 是 是 如果神灵的存在 或者是他说话是真的 是 我想死亡很有趣就是 因为如果我们死了之后还有呢 即不是什么都没有 如果还有呢 其实你是 验证到的 你自己验证到 譬如我死了之后 原来我是 上到天堂 或者落地獄 我自己验证到 好了 当然你 这个很有趣就是 但是 死亡之后的东西 你只可以验证 这个叫忠厚经验 不是我们现在 新的经验 但是就不能否证 为什么不能否证 因为如果死后 什么都没有呢 你根本就不能否证 就是没有一个理在 他说 原来没有 不会有的 所以 所以那个经验是很特别的 他只能够验证 同一个验证是 当成是验证 但是可以验证 不过是你死了之后才会验证 是不是真的呢 这些事情 但是又不能否证 好了 但是初遥问 我们死了之后 但是 我们怎么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 就是我们怎么 譬如劝那些 没有忠有信用的人 去信呢 万一真的有 他死了之后 都会稳定一点 我可以知道 就是 由理性上 我们其实证明不了 上帝存在 如果叫教 里面 但是 但是 但是我们没有 因为 他所谓的证明不了 他讲的一个 必然性推论 但是 我们还有归纳推论 虽然归纳推论 没有必然性 但是 你多一点是可以有些支持 但是 我自己觉得 其实可以有个论证 如果你要劝那些人 其实可以有个论证 他劝他去接受 但是这个就不是 巴斯靠的论证 不是他那个赌博论 论证是这样 就是 就是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 桂南伦静 他没有变成的 就是 譬如我们看到很多 这样讲 譬如 我们公认了 我们人类历史 以来公认了 有四个 为人 四个性哲 这个存在主义者 阿斯培尔社会本书 他的四大性哲 就是柏拉图 不是 sorry 没有柏拉图 蘇阿拉提 耶稣 孔子 释迦牟尼 四个 好了 这四个里面 这是我们有历史以来 最有智慧的人 公认了 这四个里面 你看看 除了孔子之外 那三个都告诉 有灵魂存在 即是死后世界 而三个里面 有两个 是告诉 有灵魂存在 人死后 会不断灵魂 比如苏格拉底 和释迦牟尼 又说这些东西 耶稣 没有说 但是没有否定 祂说有灵魂那些东西 好了 那 你想想 譬如这些 我不计孔子 孔子一会儿 我再有时间再讲 我说孔子其实也不是不信的 虽然 通常我们将孔子 归入不可之论者 但我觉得孔子也不是 好了 你想想 这些伟人 他说过很多 即是我们公认了很有指导性的说话 他突然说些东西 就是 说些死后的东西 他说有灵魂有灵魂 我觉得都是可信的 这是归纳法 因为 譬如 刘桂彪他平时说 他人很诚实 就是不会欺骗人的 他突然说些东西 我验证不了 我觉得都是可信的 譬如他跟我说 你明天快点放了股票 因为他有灵魂 那他一向 他会不会来 整股我 我觉得都是可信的 更何况那些 是 一些伟人 就是 他为什麽 要整股你呢 譬如 我觉得苏加拉底 最有说服力的 大家都知道 苏加拉底 就是 他是说自己无知 他经常都说 我什麽都不懂 无知的状态 最有智慧 但是 他临死的时候 他被判死刑 在监保里 就是被人探望他 他慢慢地说 灵魂转世的东西 说灵魂的东西 他说得很确定 你想想一个 他自称是无知这人 为什麽临死的时候 他说那麽确定的东西 那麽我觉得他真是知道 所以从这裏 我觉得我们是 是有理由相信 是有死后这个世界 有灵魂 甚至有轮回 那麽这个就是 我 我觉得 至少我自己觉得 最强的论证 就是 怎麽麽去接受 有死后这个世界 即是非多篇那麽 苏加拉底 是非常之 很肯定自己 他不恐惧死亡 第一 就因为他觉得自己 没有做错 第二 他知道自己会去哪裏 由于他的目的地 很明确的时候 他亦都不害怕去喝毒药 这个亦都是在 苏加拉底 或者这一篇《对话录》里面 所展现苏加拉底 对于 唯一是死亡的 那个确信 那个 强烈的信念 应该这样说 就 都是多值得我们探讨 就是 究竟苏加拉底 有多强知道自己 我一定是没有错 所以他一直都会 说自己 其实什麽都不知道 那为什麽 唯一是对于 死后的生命 他会这麽确信 我觉得这个 很值得我们去 思考一下 为什麽会是这样 或者他 来自于历史的背景 会是怎麽样 做这些错 那守护灵就叫他不要做 那 但是他想着 喝毒走这个守护灵 不要阻止他 我觉得这个正确 好了 还有我记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 都是废多边 我不记得在哪裏 其实他有提过 死亡是什麽回事 他说的就是 是有了 即是说 灵魂和肉体 是有条线连着的 他叫灵子线 银色的 所以他叫做银线 这个就是苏卡拉底 我exactly在哪裏 我不要记得了 可能要查 就是跟守护灵讲的那样东西 那这个就是 怎麽会死呢 就是 你的灵子线断了 即是灵魂能不能回到肉体 再不能回到肉体 那就叫死亡 这个其实跟佛家说的相似 因为佛家没有明确说 有这条线 但是佛家也说 就是 譬如我们一般叫人断你之后 其实不是马上死的 至少八个小时之后 你灵魂才是真正离开肉体 所以 所以如果我们从 我经常觉得 譬如我们今天的科学 譬如医学 本来你说器官捐赠 其实都是好事的 如果从法家各地 是布施救人 但问题就是 因为现在的医学和科学 它的遗物论成分很重量 它怎么定义给它死亡呢 就是 你都不是 因为个案是心臟 现在不是心臟 就是老死就是死亡 但如果从佛家各地 其实 那个人还没死 你的灵魂还没离开肉体 或者如果从 苏格拉各地说 你的灵智线还没断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去 劏开器官移植 就算它最初是自圆 原本自圆 但其实也很痛苦的 因为你的灵魂 还有感受 我不知道怎么这么大 虽然我说 我之前签了个卡 我捐陈器官 但我没想到那么大 我那么痛 如果是那么大 我就不会想 每个圈 所以这个其实 会有 我觉得是 如果你相信 你会碰到这些问题 就是器官移植 是不是 OK的呢 这个在佛家里面 对于天堂地狱来说 其实只是有奇境 而无奇域 意思是 只有那个境界 而无那个实际的宇宙空间 所以当肉身一分解的时候 它可能会经受一些痛苦的感觉 因为可能灵魂离开的时候 其实肉体 还会有知觉活动 这样的时候 它的感受力 就会比它 在普通人类正常运作的时候 感受是会大几倍的 所以它可能会感觉到自己的火大 突然间黄烧起来 就会感受到 落了地狱那种痛苦 所以 其实地狱本身是没有奇域的 意思是说 这个宇宙空间 没有一个时空的座标 是属于这个地狱的地方 但是它那个心灵的境界 就会落到地狱那种痛苦 因为我们尤其 刚才刘贵彪也说过 看鬼片 其实就不赞成 看鬼片的原因 就是我们太有这种想象力 就是看看埋埋 那些地狱就是被火烧 下油祸 这样的时候 当你的意识活动仍然强烈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有一些联想在里面 本来没有这个异象 都会突然间标这些想象画面出来 加深了自己的痛苦 那这个也可能在佛教里面 不是很赞成 比如过生的时候 就会立即移动围体 或者是立即进行解剖的手术 或者是立即进行器官的移植 可能是需要隔一段时间 那当然可能和现在现代科学 那可能他会觉得 立即拿出新鲜的器官出来 而移植在病人身上 才能得到最大的效益 那这个可能是在不同的角度里面 考虑不同的效益 所决定的一个理由 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亡者的角度来说 可能未必是一个最好的处理 那两位他说的 我觉得对于佛教 怎样看社有生命呢 可能两位比较接近一些 我听出来 但是我想讲有三点 第三点我想可能 例如今集的时间 都可能有限未必讲到 例如讲到论证死后那些 可以很复杂的 那我就想讲两点先 第一点就是 例如说死后的信仰 是不是作为一个解决死亡问题的 一个唯一方法呢 我想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两位是否这样看 但是先听一些说法 似乎可能接近的看法 或者甚至不是这样 你可以再补充 但是如果我觉得是这样的话 便会灵律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想一些死后生命的那些情况 你才能解决人生问题 要是就我所知 譬如我读中学之学为主 中学之学 就是儒家道家 甚至你说佛教 我说中学佛教 特别是超越讲的西藏那边 甚至西藏的生死经 就是那类 梁刚耀讲的似乎都比较有西藏佛教的看法 但是印度佛教 我所知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也不讲印度佛教 比如说中学佛教我比较熟 佛教其实有很多说法 就是说到所谓的淨土那些 所谓的地狱那些 其实完全是一种心灵的那种体验 所以在比喻象征 就不是很实在化 就是有所谓的社有生命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我认识是中学佛教 不是以社有生命去解决这种问题 而是用什么解决呢 这个跟儒家道家一样 是人生的意去解决 就是人生的意义 你了解的话 就不会有死亡的恐惧 就是如释道都是他这样了解 当然这个是一个问题 两位同同一个问题 可以再讨论 第二点就是 似乎你们都比较 超义后来他说的一些说话 就是强调好像宗教的一些共识 对于死后生命 但是想清楚 我自己认为 就不一定有所谓的共识 第一 无神论和有神论都很难有共识 宗教不是讲有神论 无神论都是宗教 为什么宗教要讲有神论 不讲无神论呢 这些也要解释 第二就是有神论 或者甚至叫宗教 就是宗教有神论 其实都不是唯一宗教的模式 因为有些宗教 譬如荣耀和佛教说 佛教是无神论 无神论和有神论都不同 所以宗教与宗教之间 可以有很多差异 比如刚才说佛教和宗教不同 佛教和道教又不同 佛教和其他已知的大宗教都不一样 那你用哪种宗教就是一个 就是你所说的标准 因为你所说的社后生命 不同宗教有很不同的描述 甚至是有很大的contradiction 是不能两立 比如刚才说轮回或者非轮回 是对立的 因为基督徒和佛教徒争争争七彩 是今天都没有解决 因为佛教徒觉得轮回是能证实的 但是基督徒是反对轮回的 虽然刚才梁刚义说 耶稣没有确确说过 但是基督徒一定会反对 因为轮回背后预设的那些 有所谓业力那些 那些是完全跟基督教不同的 业力是靠自己 去令到自己来心去怎么样怎么样的 基督教一定反对 不是靠人自己去令到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是靠上帝令到你怎么样的 人只有信上帝第一途 一个途径没有第一个途径 所以这些途径要留意 就是刚才说到一个共识 大家都是这样 但是这个途径是远远大 过刚才所谓的共识 一个说轮回一个根本反对轮回 怎可能有共识呢 就在死又生命那里 再说就是连宗教的所谓 就是宗教 同一个宗教 他怎样看死又生命呢 都有途径 比如刚才我用佛教已经看到 中国佛教那些说是精神意义的 他不会说那些地狱那些 是完全很简约的 因为说的多数是佛经那些 但是在重要的佛教读术 比如天台花盐禅中 或者在魏晋时期的佛学 就是什么六加七中那些 全部都没有对于这些所谓天堂 或者叫正谱 地狱有些什么描述是没有的 甚至有些广道没有明白就是 纯粹这种令到人去了解生死问题的一种 有时用到方便说法那类 譬如真事物就这么说 或者祝道新都有类似的说法 就我所知 所以其实一个教派内部 对生死问题都有这么大的差异 不要说不同的宗教 其实其他宗教都是这样的 就我所知 基督教那么多教派 或者基督教和他同源的回教 又又很不同 那这些不同是很有contradition的 记住 不是说你说死有生命 有死有生命就是有一致或共识 因为那个死有生命可以是 就像刚才说的 有论远和无论远 有很大的contradition 所以这是第二点我想提出 至于死有生命 可不可以论症 论症不成立呢 我觉得就很复杂 我想最好就用一集时间去详细讨论 那我们下一集的时候可以再详细讨论 或者这两点你可以先回应 下一集就去详细讨论 其实刘绮宗教 刚刚提到的问题是属于宗教 本来我们有一集就应该讲宗教 不过都没所谓 我们可以再讲这个问题也可以的 但是我想我们都可以回到那个正题先了 因为那个正题就是死亡 好了 就算我们说死后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是怎样 因为不同宗教有不同的说法 又我们又确定不了 死亡我们应该怎么消除恐惧呢 当然你有宗教信仰就是可能是一个方法 但是对于无神论者 又说服不了他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消除恐惧呢 或者可以这样说 因为刚才我开始提到就是 死亡好像很害怕 但是死亡是不是不好呢 你想想如果没有死亡 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好些呢 其实又不是的 如果真的没有死亡 那首先你想到就是人口膨胀 那些人越来越老 那你想到好像也不是很妥当 好了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没有死亡呢 就是说我们是永生 我们的现世是永生 我们有无限的时间 那如果你有无限的时间呢 那我们就不会努力 或者人生其实就没有东西值得你努力 或者变成了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譬如我的学生 如果你不让一个贷款去呢 他永远都不会加到功夫 好了 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 那其实有死亡呢 反而是令人生有意 但是这里又好像有些调诺 就是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如果... 就是好像我小时候的那种恐惧 那如果人出了世又要死 那有什么意义呢 那就是说 我刚刚说 死亡令人生有意义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想 如果死亡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了所有东西 那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人生有没有 那好像有个调诺 或者我们下一集就是 可以讨论一下 就是死亡和人生意义的关系 嗯 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死亡和人生意义 因为这里息息相关 不过呢 我就刚才澄清一点 就是我其实呢 对于藏物就不是太认识的 我比较对于动物的认识 可能会深一点 那至于刚才 刘桂彪说到 可能在印度佛教里面 就没有说到 可能天堂地狱的 但是其实呢 我想在香港都比较坊间流行 就是《地藏菩萨本院经》 《地藏菩萨本院经》里面的第五品 其实就是描述地狱 尤其我们很熟悉的《无间地狱》 里面有一个很仔细的描述 就是怎么样 你有什么业力才会落《无间地狱》 但是这篇经文呢 其实就在印度传过来的 亦都在唐朝的时代 就已经翻译了 所以呢 可能在更早远的时代呢 其实在印度里面 他们对于死后轮回 或者是天堂地狱这个观念 其实已经建立到一个 比较有系统一点的信仰基础 但是这个我们都可以留在下一集 去仔细讨论 有这个想法 会不会对于我们去回头看 人生的意义 变成可以有些指导性呢 其实如果没有的时候 那我们何去何从呢 OK 那今天我们到这里 这一集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继续讨论 OK 拜拜